荒委员早 主委我日前开一个记者会 那么这个记者会是有关于一位在这个镍的公司工作26年 那么得了肺癌 那么在肺里面都检验出镍的金属 那对于这样的 因为你们现在在修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 那对于就说职业的 因为在这个工作职场里面 它会牵涉到的一些金属 或者是这个有危害身体的这些化学的物资 那这些东西 比如说在这些高科技工资里面 用非常多有毒的这些溶剂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有时候是短期 就会看到那个职业灾害 职业伤害 但是有些是长期累积的 就像我今天这个案例 工作26年 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公司 他也做过这个尿液的检查 可是尿液检查以后呢 也没有告诉这个员工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员工也不知道 他的这个身体里面 其实已经受到这个金属的这个污染 那我不晓得我们在哪里会 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监督是怎样的 就是说今天对于这些有用有使用这个金属的 或者是这个有害物质的这些工作环境 我们做怎么样的一个监控啊 各位报告 是不是请我们安慰处 因为这个非常专业 请安慰处处长给您报告好不好 谢谢委员 这个部分在现在的劳工安全 劳工健康的保护规则 跟相关的附属法规都有这种规范 有定期要去做检查吗 对 我这样讲好了 请你就针对着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他过去的几年 他从2005年就做过尿液检验 员工里面的尿液里面都有镍存在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人体里面 根本就不应该有镍的 可是我们就是说这个主管机关 似乎对于这样的一个报告 你们也不知道嘛 你们也无从查起嘛 那员工根本不知道他权益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 这个安全卫生里面很大的漏洞 那所以我就说 呼吁啊 就是请你们 第一个就是说 针对着这些有金属 或是一些科技公司 用很多在制造的这个制成里面 用非常多的这个 有毒的这个化学的 有非化性的这些物资啊 那这些公司 或这些工厂 你们应该都要求他们定期的 对为劳工来做检测 对于特定物质的检测 然后呢 这检测完毕报告要送给你们 让你们来看 那你们才有办法去监督他们嘛 不然劳工的权益在哪里 这个在台涅工作的这个人 他如果只工作五年 事实上肺已经很多涅 他也不知道他就离开 到了晚期他是得到肺癌死掉 他也不会看去检查说肺有没有孽 但是这个员工工作二十六年了 二十六年他才会觉得 他才知道他是因为受到这样的一个一个职灾 那这同一家公司去年 在过去也有发生肺癌死亡的 可是是不是有关联 因为当事者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他就觉得他得癌症死掉了 那事实上是一种职业的引起的这个病病毒 对 我跟我们报告 其实这个个案召开记者会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难过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个案 他本来他到底是不是职业病这件事情 已经确定了 你们还请他做 我告诉你 本来他到底是不是职业病这件事情 是非常模糊的 是因为我们这两年来 我们对职业病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后来设了九大商病诊治中心 然后就有关于职业医生的这一块 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所以后来是透过专业医生 跟这个病人不断的互动 然后去收集他整个环境 好不容易认定他是一个职业病 对 我你现在讲的 我非常就说肯定你们在这几年的作为 我只是在讲说 现在还继续在发生的 你们要去防患 因为这个人是因为工作26年 他才有办法去认定说 他这个癌症是因为孽引起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可能工作十年离开职场 后来得到肺癌 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为 他在长期的在这个孽的环境下面 被这个孽污染而得到疾病 对 所以各位报告就是实验医学研究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整个安研所 但是我在讲的是说 你如果有定期的血液的检查 或者是说这个尿液的检查 你在他工作的期间 你可以去做工作环境的改善 以至于这个人他就不会有这样的 到后来需要这样的鉴定 好不好 我们现在做一些预防的这个工作 那另外就是针对了今天 我们的这个劳动部的这个组织法 那我仔细看了一下 你们这个组织的架构 那事实上我们 我是觉得蛮遗憾 就是说事实上没有开发性 跟前瞻性的一个 一个这个改变 因为在这里面 也没有针对着 就是说这个五都升格以后 我们应该有一些 跟地方分工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目前整个我们的劳资关系也好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职业 安全卫生 还有我们这个未来市场的 就业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组织的这个变革 都没有跟着来做一些因应 那看起来就是 看起来就是就地升格换招牌 这个地方我想 你一定误会了 其实我们在整个规划设计的时候 在会里面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我们所有人都参与 但是我知道你们受到一些 就为了因应将来未来的一个组织愿情 但是我在这里面 事实上就是看到就地升格换招牌 那我在这里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最针对的刚才 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的这个体制 那你们现在就是把这个 这个职业的安全卫生处 劳检处 就变成师嘛 然后呢 以后这个劳工安全卫生研究所 就塞了一个劳动 那么变成劳动与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然后再来就有三个 这个北中南的一个劳检所 那事实上今天如果我们很注意 就是说今天劳资关系很重要 这个就业市场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劳工 大概一天至少花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这个职场 以至于这个职场的这个安全跟卫生 对劳工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业务 这个业务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们就把它凌乱的这样拆在三个地方 那我是认为 如果我们要重视我们的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的 要提升它的这个水准 那么防止过劳死跟职业病的这个蔓延 那应该把这些三个 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的这个机构或是机制 把它整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 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署 职业安全卫生署 把研究规划预防检查 处分 一条边 这样劳工的这个这个职场的安全 跟健康才会受到保障 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建议 您可不可以接受 是 跟委员报告 我们基本上觉得这样一个方向 是一个将来应该持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不过我们在 将来持续努力是将来是什么时候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是政党轮替的时候吗 不是跟委报告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考量到说 呃整个我们我们因为有一个相关的法律 大员有一个相关法律规定对有关于三级机关的部分 其实只有七十个的上限 所以呃目前现阶段 我们大概还在争取当中 你现在讲的我都知道 我也了解这是吴院长还有我们的研考 研考处嘛 研考会还有我们的这个可能这个人事行政局 认为说如果我们做一些更改 说这个已经定案了 已经定案了 那如果是定案的话 我们在省什么东西 所以这里面一定可以有窍的所在啦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原额的这个这个这个呃师啊这个第三级机关的这个限制啊 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的国民年金局过去国民年金是你们在做的不是吗 以后国民年金谁要做 国民年金的这个保险是谁要做 这业务谁要做 呃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于有关于收支的部分收钱的部分因为劳保局本身已经在收保费 所以以后还是你们的业务嘛 收支本身是我们在处理 但是有关于基金运用的部分目前还在协调 好那这个国民年金局本来是放在那个卫生跟社会福利的这个地方嘛 那如果业务还是你们在做 未来是什么时候会变成另外就是回到这个呃卫生社会呃福利呃部 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根本不会回去还是你们在操作嘛 就是这个业务还是你们要做 所以呢事实上在呃卫生福利部里面的这个所谓国民年金的 这个这个局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啦 他们写进去的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局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多一个位置出来了 所以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署的成立并不是不可能啦 你们要去争取啊 我们会建议 对吧你现在国民年金局不在了嘛 你就空一个位置出来了嘛 我们有绝对的正当性去要求这样的一个整一个调整 其他的部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的空间 是因为他们的确没有位置了 我们有位置啊 而且这个国民年金局的东西就是要变成你们做嘛 所以你们很理所当然可以再争取到一个 一个呃位置 就是说放这个呃职业卫生安全的这个属在那里面 所以朝着这个方面去思考哦 不要说未来 未来我们几十年才做一次组织的架构的大的调整 那我们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生格的机会 不去做应该有的一个调整 那我是觉得会很遗憾 我们我们会再去沟通再去我们会尽力争取 我们也希望往这样的方向来发展 不过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过了 就是说那个呃三级机关的性额的那个问题 基本上必须要打开才有办法能够处理相关的意见 但是我刚跟你讲的那个国民那个国民年金局就不会存在嘛 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话就多一个这个这个位置出来了 所以有我们这个东西这个存在的这个空间啊 那另外这个东西成了以后又多两个丝出来不是这样子吗 对那两个丝就换去给给其他的这个这个呃呃单位 就是说同样的可以去去做一些调整嘛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劳动力发展署啊 那么这个从1999年我们这个职讯局收了省政府的各地的这个呃职业 呃职讯跟这个就业服务中心 那这个业务就越来越庞大 那么后来开办这个呃这个就这个就业保险 你们业务越来越多嘛 可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原额有没有增加 就是在这一次的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升格的这个 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争取到更多的这个原额 来做这个劳力 劳动力发展署的业务 呃跟文报告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目前也在跟人事行政局在争取当中 因为的确是我们整个职讯局的业务啊 尤其在这波进行好像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他从以前到现在 业务量增加好几倍 是啊增加了很多 可是我们一直在用这个派遣的劳动力啊 或者是这个自然能承担的劳动力 我想这个由劳委会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是对劳工最大的一个讽刺啊 所以就说未来劳动力发展署的原额 请你们极力的去争取 好谢谢 我这边跟委员会啊联席会补充报告 就是的确就是我们现在 这